十四方 十四方 代表我們這裡的同學 我們這裡的同學 十四方 代表我們這裡的同學 住在基隆市立仁愛之家養護大樓的長者 對於有電動護理床可以使用非常開心 也非常感謝國際獅子會300A2區的愛心 由於缺乏電動護理床 因此國際獅子會300A2區 特地聯合捐贈30張總價值84萬元的電動護理床 幫助長輩們 剛剛有講這是屬於F區 但是我們做愛心不限區域 哪裡有需要 哪裡就有獅子人 這就是我們發揮獅子的精神跟主意 我們也希望讓長者可以在這個很開心的 在生活上可以治理 因為他自己能夠自己活動 身體就更健康 就更長瘦 我覺得讓他在一天有至少八個小時在床上 所以如果這個床可以帶給他很明顯 很開心 他要起來 他就可以自己起來 我相信可以不僅讓他們心靈快樂 也減少照顧人員的辛苦 因為照顧人員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事情 對於國際獅子會300A2區的愛心捐贈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副處長洛文章 代表基隆市長林宥昌感謝和肯定 因為我們的比例大概就是 一個服務員可能照顧八個 你一個第一個要向我地北的時候 那個時間可能要拖得蠻長的 今天我們有電動船跟手動船 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長輩他可以自己操作 按鈕操作 他想要拿比較高的 他自己離開就好了 不用也不用照顧員 一個一個要向他 第二個照顧員事實上 我們不要看老人躺在那邊 你要移動他很困難 不容易 你如果沒有寫過專門 這個照顧員技術的訓練 拿到那個 license 你還不見得會還 所以說有這個電動船 有好處就是說 長輩他可以自己來做自己想要的這個姿勢 自己想要的姿勢 可以透過自己來操控這樣 若文章進一步表示 仁愛之家養護大樓是基隆市 唯一公設民營大型住宿室的長照機構 之前基隆市政府委託恆安集團經營管理 現在則是改委託健康長照社團法人經營管理 服務近半數經濟弱勢長輩 營運超過20年後 設備老化損壞更為明顯 特別是機構內230張 手動照護床已經使用多年 感謝有外界的支持 讓汰換率加速達到45%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